这些数据证明了非传染性疾病 包括心血管疾病 癌症 糖尿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 再也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老人病 而是威胁了各年龄层的危险疾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提供的资料 不健康饮食 不锻炼身体 吸烟 喝酒 容易延伸非传染性疾病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把2011年定为全民健康意识年 着重在社会各阶层宣导提升自身保健意识 全面防范非传染性疾病 近似苏宣宾兴城店经常举办心灵讲座 守护社区民众的身心健康 这一次特别邀请曾经在宾城中央医院营养部门 当临床营养师7年的许叔妹营养师 针对心血管疾病 与民众分享高血压与高血液胆固醇之饮食条理 许营养师详细地让民众了解 何谓高血压 正常血压 胆固醇的正常指数等等 并讲解如何透过日常饮食来防范及控制 许营养师也分享了各类的自然疗法 展现了她敞开且宽阔的心量 我又要做工 回到家又要煮东西给他们吃 我又要看他们到底功课做了什么 我难得可以坐下来看戏 我觉得很幸福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你叫我做运动是不可能 所以我发现要做这样子的简单的摔手工 一个很像我很懒惰的人 真的可以做到的话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本身面对高血压困扰的陈如山先生 得知这场医学讲座 住在冰岛对岸的他 不应路途遥远 坚持勤来聆听 这个是科学的根据 远的死量应该是多少才是标准 正常人 那么对于我们血压偏高的人 更应该是比较低了 低一半 所以怎样去多注意 对我本身来说是非常实用 照顾自身的健康之余 大家不忘为日本灾民起伏 愿人人发正念 身心健康 天下平安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 槟城综合报道